这次根据我们那些数据的估计 我觉得这次六州选举的投票率 会比全国大选掉15到20% 尤其是华人 华人可能会掉更多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才投票了 其实华人感觉上民主意识很高 大家都会急投票 但是在民主意识下面的政府的那种分工 大家其实还很不清楚 不清楚什么是中央政府的权限 地方政府权限或者地方政府 所以他们有时 大家很热忠投票 但是不知道每一个政府在做什么 会不会说刚才你提到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投票率 可能会跌15到20% 这是华人吗 就整体上会掉15% 然后非马来人的话会掉更多 这样子的话 每次大家大选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听到 就呼吁游子快点回来 你们快点回来投票 要改朝换代 或者是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主权 之类各种的这种说辞 就是吸引这些选民这些游者回来投票 然后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会掉这么多的话 会对反对党 或者是说对西盟好的 还是会对国盟会更好 我先回应一下 因为这个掉的这些很多都是中间选民 就是游离选民 因为两边两个竞选的阵营呢 或三边都好 他一定会动员他的自治者 他自治者通常都会来到玩 7-7-8-8-9-10%都会来投票 就剩下这所谓的游离选民 中间选民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 你不是全国大选吗 就感觉像地方政府 有可能你没有住在当地 你就有点疏离感 你就觉得不重要 可能不回去 当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关注在西海岸 华人多的地方 其实东海岸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全国大选的时候 鸡烂丹定家文都会回去投票 这一次我感觉到 身边那些鸡烂丹朋友 就有关心 但是会不会回去投票 他们其实有个问号 他们会回答 等我啦 在看怎么样 就看有没有免费巴士啊 或者是怎么 或者有没有政党赞助他们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就觉得 我会掉呢 就是因为基本上是在中间选民 因为他们不是政党支持的 一定会到来 一定会被动员来投票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 你也可以说 民主的意识还不够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选择 不投票也是一个选择 当然 在这个我们被所谓的 我们第一次有所谓的 中期选举 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哎呀 怎么办啊 如果A赢得多 B赢得多怎么办啊 大家会讨论 其实这就是一个地方政府选举 仅此而已 嗯 谢谢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